任人唱颂 马祖慈悲 今天我们的祭会开始 请各位合掌进行花艳旅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行独宗圣 天上神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愿众生 离苦得乐 以目为师 善用其心 逆行六度 行十大愿 同修九泽 任母归远 无量寿逢 好 媽子慈悲大家好 歡迎大家進入媽子網路大學堂 大家來學習解簽詩 今天顧問要分享第54簽 任系簽的案例分享 有一位先生未滿50歲 然後給顧問鑑定名字 顧問就跟他說 你的名字好像有結識 恐怕度不過50歲 恐怕要開大刀 所以要來改個名字 所以他就來改個名字 抽個簽 抽到這個54簽 任系簽 那我跟他解說 所以你簽號簽一定 目前身體有很大的狀況 恐怕度不過50 所以改過名字以後 你最好聽顧問的建議 到北港朝天宮去拜媽子 拿一個媽子喜宴 所以你這次要開刀 開刀成功率只有50% 所以請媽子保佑 讓你的身體健健康康 度過這個結識 那我們可以延長壽命 請媽子的保佑 你要保佑 你要保佑 如果保佑 你一定要告訴媽子 所以你會沒人 會跟隨 師顧問來這裡進香 3月19會來進香 跟他洗個宴 洗個宴 如果保佑就沒有問題了 後來 他有去北港 他有去北港 媽子是神輩給他 所以他開刀非常順利 非常的成功 醫生非常滿意 他自己好像病情就好轉了 好轉了 3月19 就跟隨我們一等媽子回子廟去進香 那我用這一個案例 這個也就是說你像一盞孤燈 在七月的夜晚 寂寞站在那邊無助的樣子 沒有人幫你的樣子 可是沒有關係 其實你不用想太多 你只要清靜 吉祥事情都會成功 這次的開刀 不會有問題的 那如果你有好的結果 你一定要來答謝 要來敬香 來拜拜 所以顧問就建議他 趕快去北港曹天宮拜拜 那因為他有陰宗 那因為他有陰宗 就是有那個恩親在子 所以顧問就建議他 你剛剛跟周週是 以前在這個房間 如果標準的時候 他要買圓宰宰宰環 如果標準這 rangingculus 那個破壞! 這您所提供的 也是他去崩潰之大 近眼無前一向 immens愛音 所以シンザG 即將 kit 你做點都不錯 他成就也不錯 在公司經營企業都很好 你應該有省在保佑的 可以安心度過災難 但是你會感受到感嘆 平安為什麼不容易得到 你經營企業有沒有一樣 又做很多善事 可是為什麼還是很不安 得這個病那麼嚴重 所以你心會有恐慌 那就是因為好像晚上會感受到 好像有陰煞 鬼滅出現 你真的使有厭親在職來找你 所以你很恐慌 所以我們必須到廟裡 參與煉金的活動 還要去接受省水的灑身 或沐浴省水 以其消災解禍 所以故隱告訴他 你可以跟我們回去北港進香 因為參加進香團比較正式 師父會幫我們灑大杯座的大杯水 所以你要跟我們去灑 那你趕快去拜拜 趕快喜宴 請神幫忙 你說你會來進香 神就會照顧你 你要沐浴省水 清淨升心 那掛像 銀掛是封掛 封掛是謙卑謙順 比較容易得連心 厚得諸詞 所以你謙卑謙順 不是盲從 所以你來這邊拜拜 其實變相對著 參戰 唐塔 四川 要歸轍 越南 所以算得很適當 練習 是 向自者 你集當 讓我們帶到 準備 你 開始要學習拜拜的 你落魂印中有善果 要稍得好香達神明 你平常沒有拜拜習慣 現在把你趕名子了 就是友好結果 一定要跟誰去進香 去學香 心謙折風大過 大過就是你要大膽的渡過去 要勇敢大膽渡過去 所以你正此那種關鍵時刻 堅持正道 大膽喘過去 我們看圈圖 那就更明顯了 是個寶劍寶刀 你有這個殺生 所以上輩子你有殺生的那種業力 所以今天恩親寨主來找你了 要動大刀了 一定要開刀 因為你換了十戒了 換了殺葉 所以你都有果報 所以這個殺葉是非常慘重的 所以這一生得病了 活不過五十歲了 你必須謙順有理 要跟隨 要相信 不可以再動刀帶動腔 連勝利要追求清淨 清淨就是修行 修行只有兩個重點 清淨自己的身心 然後行善事 兩個重點 行為就做善 心要清淨就是這個 你要開始修行 清淨祥和的生活 那故事呢 就是小姐求活駕兩眼 你一定要求活 這個故事說 你沒有好對象 要去求婚姻就要去拜拜 那你現在是有生命危險 要動刀 成功率就50% 公文還跟他說 你可能活不過50歲很危險 要動大刀 因為小動物又怕刀就窄了 所以要趕快去改名字 趕快去拜神求活 所以小姐要結婚 你要去求活 就是趕快要去求活 再叫她趕快到北港去求活 因為我比較對北港比較熟悉 因為我們的主廟在北港 第二個 王爺英相國勿金佳琪 就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他們兩位呢 郭華與王爺英 就是天上的仙女童子 被打下反了 這七四夫妻 七四夫妻 這個故事就是告訴我們 不要沈迷在酒色才氣當中 你會延誤了自己的前途 要有好的婚年 就要到廟裡燒香才有貴事 所以他現在問健康 你就是趕快去廟裡燒香 省事景理 香紅好事成香事 到底中午怨恨心 這個計畫呢 馬主在提示我們 當你初初看到一個陌生人 你會感到很熟悉 彼此都好像類似很久的朋友 那其實是我們呢 就是你 都擁有對面的人也沒有怨恨心 你隨而客氣的好個性 所以這個人很好 他在經營七月經營很成功 非常隨和的 這郭華呢 給馬主改過名字 叫他去北港拜拜 他真的氣了 也遵從馬主的主意 主點而去做的一些善事 然後呢 真的 今年三月也跟隨了 一等馬主同修會去北港進鄉 他就跟隨 很謙卑 很客氣 所以我們一見如故 所以感受到他完全接受馬主的信仰 那現在身體呢 恢復得很好 醫生非常樂觀 非常高興 所以他也非常高興 所以開始呢 開始寫拜拜 每天都在練經 既他的朋友給我回饋 他每天都在練經 他很聽顧問的話 那他就是要回饋 回饋的意思說要練經 要修行 要清靜 清靜自己的心 那做善行 去利益眾生的事 那我們天使地利人和感應的方法 這是千 是死水 所以立在冬天 剛好是七年年底的時候 冬天 那去開刀 在過年的時候 前幾天呢 就過年前去開刀 非常的順利 那在夜晚呢 要獨自行動 最有利 如果晚上開刀 獨自 去開刀房就有他開 可是不太可能 現在都大醫院都是在白天 只為你緊急 那如果平時有努力 累積福報 你所要做的事 神明都會幫助你 那只要你去求神明 神明會給時間即可 但就知道他是滿善良的 那這是因為因果病 這上輩子欠人家的 所以他去求神非常有用 所以他累積了福報銀行 累積了很多 所以去求媽子 媽子馬上OK 馬上就改個名字了 當你有燒香 祈禱神明的時候 你練了時間都可以 練了時間都可以 在什麼時候開刀都可以 在清急的時候 萬事都會成就 你不要煩惱 你就是拜拜 安了心了 媽子幫你安置心了 那你就開刀就很好 所以你安心 清急 你萬事成 那如果夜晚 你如果感到有鬼滅的時候 你運勢就很差 所以早點睡覺 不要疑神疑鬼 第二 保惡地利 誰是指北方 他說以起北方 可是新千是哪裡都好 你有拜拜 有福報 哪裡都好 那集散之年到哪裡 無論四方神都會幫忙保佑 所以你到哪裡開刀都可以不用問 什麼時間不用問 你只要去求神幫忙 都沒有問題 除非神有特別指定你 你想去哪裡 到廟裡去禱告神 你就可以一切清急萬事成 所以你去沒有問題 因為你的福報過 所以遇到鬼滅來要命 沒有關係 神會幫助你 到廟裡佛事可以祈求轉印 所以我才叫他到別館草丁鍋拜拜 其實台灣很多大廟都可以幫上忙 沒有暴力衝突殺意的地方你才能去 所以你去的地方不可以有戰爭 去的地方不可以有屠宰業 那種地方你最好不要待 旁邊是殺雞 養豬殺雞的 殺豬的你最好是不要住 人少清淨的地方祈禱神明 你卻能通達 所以你去拜拜 就要找人少的時候最好 所以清急的時候就是比較沒有人 那行求人何 人怎麼去改善自己 找怎麼樣的人當朋友 找怎麼樣的老師就很重要 孤獨寂寞過得清淨簡單的生活 生活很簡卜的人很好 所以你要過簡單的生活就去修行 那懂得輪迴果報 平時默默行善 累積善果 也會燒好香 禱告 通達生命的人 第三 謙順謙卑的人最容易得連心 不自卑 裸落 不優柔寡斷 懂得順從 跟隨偉大的人物 所以我們要跟隨神 學習神的精神 媽祖就是一個人物 我們要讀天上聖母經 所以我也叫她練經 她每天現在都在練經 學習媽祖是如何思維的 如何講話的 如何做事的 如何去禮佛謙神 學習媽祖 不要沉迷酒色才氣 掩誤自己的感情跟前途 然後第六 懂得世大業的果報 所以他有世大業 所以你這輩子要謙順有禮 不衝突 不動刀 不動槍 要追求清靜 祥和生活的人就去休息 要清靜自己的心 做善事 第七 對臉謙順有禮 沒有怨恨聲 不要怨恨了 要隨何而可親 很容易得到別臉的心 不要什麼報仇 這種真心不可以有 知道嗎 懂得到廟燒香求神 求英年好歸世的人 那第四 改運的一個事項 如果你能堅持忍受獨自修行的寂寞 除戒不思 行戰累積果報功德 追求清靜祥和 修道人的生活 你做任何東西都會成功 那如果面臨困難之事不慎 你只要到神明前燒個好箱 把狀況告訴神明 並受失願望 神明就會讓你轉印 如果困難 你就去廟裡起神就好了 冥冥真宗就會有個好結果 所以有好結果 你一定要回來答謝神明 接下來 你一定要什麼事 要獨立輕微 勇於創新 不怕失敗 面對未來 你會有神智 克武難關 有你所願 所以他的病會好 有些人病 改個名字 只是好了一陣子 過一個陣子 還是要再改一隻名字 還要再求神 有人改出就好了 那聽話 媽祖的建議好好去布施 行善 那修行 清靜自己的心 找回天心 清靜的心 在沒有情人 沒有婚姻 到廟裡求神就好了 那工作事業上遇到困難 謙順的態度 找一個有為的領導者 那學其後 得到其心就可以順利了 那因為意識的似乎 導致狀況失控 你就要勇於練醋 請有公信力的貴臉幫忙 可以解除危機 如果遇到陰煞 這個遇到陰煞 有疾病 醫生說沒有把握 你就要小心了 那就是陰煞 急迫了危機 趕快到廟 參加法會念經起乎 難法師的聖水晉升 就是念大悲作 有那個大悲水 幫你灑一灑 接受那個師父的聖水的洗淨 那如有祈求成就 別忘了一份耕癮 一份受候 除了要獨自依靠自己努力外 能吸宗教的修為就可以入院了 那這個都非常明確 所以他開始練經跟隨我們去淨香 他淨香回來 有回應給我們的諸森同修 他非常高興 他明年還要去 那我們看看解餐蓋藥29項 我們來看看這個助病 要積極益智 行善起神 可以氣災解惡 所以他一定要去求神幫忙 所以像這個 改名子抽到這支籤 我一定會叫他到大廟去求神 那因為我對曹田宮我比較熟悉 所以我都會介紹到曹田宮 請北港的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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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驗 回向 懺悔 每天的工作都要做 這叫做宗教的修行 就是花驗 念經 念經就是花驗 要學習媽祖的精神 媽祖的教義 控除經典 就是花驗 然後你要什麼 懺悔 你有恩親在主 一定要懺悔 不能會阻擋你 你要懂得回向 把功德回向至終身 像菩薩一樣 這才是修行 以上是顧問的分享第五十四千 念洗錢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悲 請大家合掌 恭請媽祖 謝謝大家 媽祖 那么天上圣母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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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祖慈悲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妈祖网路大学堂 大家来学习修持妈祖圣道的一些知识 我们最近都在分享 妈祖信徒如何来圆满人生的开悟与实践 我们进行到第五个单元 圆满人生的一个实践 所谓圆满人生 我们很客观地定义它 我们要具备五个条件 身体健康 经济自由 善言管杰 安详的心灵 最后是超缓入圣 由生命门入真鲁门 就是我们来信奉妈祖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将来能跟妈祖同登节路 所以我们来信奉家 领满人生 这是我们的大意愿 所以领满人生 最高的价值要达到的这五个客观的条件 最高的價值就是要成聖 完聖 完善 做一個善人 做一個聖人 超還入聖 那如何來達到 如何來實踐呢 顧問有分享人生七個階段的一種超越 從追求追求獨立自主 優以悲人 然後自我控制 然後主動區域 多元行為 生日的轉眼 最後成為時空的主人 那接下來我分享到在修詞 超還入聖 如何把實化界的化性而提高 提升到活的境界 由我們觀音畫面的九品聯台的修詞 那接下來觀音也分享 如何達到一個圓滿人生當中 我們從所謂的異界 進成長進到所謂有色界 做一個優以別人的人 卓越的人士 擁有呢 可以養生的技能 第一桶金 還有第二桶金 就是可以有喜樂一生的一個廟道 所以今天觀音要分享 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本詩 大家都知道 叫成功有約 這個成功有約 科威博士他講的有七個習慣 成功贏家的七種習慣 我們一定要具備 前面三個講個人成功的習慣 接下來講三個 年紀關機成功的習慣 最後很重要的一種習慣 我們一定要養成 所以科威博士 科威博士 科威博士他分享 人第一個 個人要成功的一個習慣要養成的 有三個習慣 第一個就是主動積極 一個人最重要的要能主動 能積極 我們曾經分享過 人的能力是怎麼來的 因為有壓力 有壓力就是因為有目標跟時機上面產生差異 就會產生壓力 人就會去追求快樂或逃避痛苦 我們要把現況追求到理想的目標 我們會積極求解 還是我們要把目標降下來 合理來退卸 我們曾經也分享這一段 人類的行為寫 所以人一定要養成一個主動積極 就是要追求快樂 追求理想的目標 所以一定要設定目標 所以顧問去輔導一個企業 要輔導個人 首先就是要輔導他 所謂的策略規劃 那策略規劃當中就要注定一個 所謂的ending 企業的經營概念圖 你經營這個企業的目的是什麼 目標是什麼 你一定要講出來 一個領導者一定要講出來 要把企業帶到哪裡 那個人呢 一定要注定深埋規劃 你要定位你自己 要成為怎麼樣一個人 你要活到幾歲 那你人生的事業目標是什麼 要成為什麼 要成為什麼樣的一個人 意識家 還是企業家 還是證據家 像馬一個偉人 一個標竿年務一樣 你有沒有標竿學習 找一個標竿來學習 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一個人 那你人生的目標 你事業的目標 財務的目標 財務收入的目標 理財的目標 還有你健康的目標 還有你學習成長的目標 還有你親子關係的目標 還有你對社會回饋的一個目標 還有你年紀往來的一個目標 你要做個策略規劃 你現在30歲 40歲 50歲 60歲 70歲 80歲 你要達到怎麼樣的一個目標 要做一個深埋規劃 你有一個目標 才會產生一種壓力 還沒有達到 你就產生一種差距 就會產生壓力 絕大壓力會引起你的注意力 你的心就會在這裡努力 就會心想事成 你心動了 你的行為開始動了 所以一切唯心到 你的注意力擺在哪裡 你要成為怎樣的人 你的長遠的目標 中期的目標 短期的目標 你這個月的目標 這個禮拜的目標 你就會主動積極 所以 目標管理非常的重要 企業有策略規劃 你的願景 你的願景 這個企業的定位是什麼 將來要帶大家達到怎麼樣的一個境界 你個人也是一樣 你才會主動積極 所以 在人生七大階段 七大超越當中 第四個階段 非常重要 主動積極 人一定要有目標 才會主動 才會追求快樂 壓力加信心 等於動力 所以壓力來自於目標 你知道 你今天要做什麼 明年要做什麼 這個月要做什麼 今年要做什麼 這五年要做什麼 二十年後你要成為怎麼樣的人 你很清楚 所以柯威博士講到 成功營養的一個習慣 第一個習慣 他是主動積極 一個人一定要有目標 就像我們媽祖信徒 就是恩解馬子 尚求聖道 要到四聖道 擺脫六道輪迴 到四聖道 成仙成侯 然後下渡眾生 去幫助慈悲 離苦得樂 為眾生離苦得樂 行善 去幫助所有人 然後恩滿一生 這是我們人生的目標 超緩路勝 所以我們要有企劃 所以有企劃 有目標 我們就會主動積極 所以目標管理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為你有目標 大家才會來幫助你 才知道如何去幫助你 所以企業一定要有願景目標 才能領導一群人 組合一群人 共同的理念的人 共同目標的人 共同各地炫耀 所以你有策略規劃 有生涯規劃 你會寫下 我要活到90歲 我90歲的財務目標是什麼 事業目標是什麼 社會的回饋的目標是什麼 年紀關係的目標是什麼 健康的目標是什麼 心靈成長的目標是什麼 你有了 就會以忠 你九十歲的目標是什麼 你九十歲要達到這個目的 那請問你現在三十歲 應該做什麼事 要以忠為實 要看到終點才知道 現在要該做什麼事 這是目標管理非常重要 沒有目標 你沒有嚴謹長遠的目標 你不知道你今天的事情做的對不對 要做對的事 什麼叫對的事啊 那有對的潛意啊 什麼方法都是有它的道理啊 什麼方法都是有它的道理啊 A案 B案 C案都有道理啊 可是對不對的判斷就在於 能不能達成我們的目標 所以要以忠為實 你現在做的事情 是朝著你的夢想 朝著你的願景 那該做什麼事 而不是現在什麼樣條件給你 你就做什麼事 就很多人呢 在選求職業的時候 他會想 現在沒有收入趕快找到一個工作 先做了再收了 先騎禮再找馬 對 因為你現在有經濟的壓力 要先解決啊 生存的壓力要先解決啊 可是你如果沒有目標 你如果騎這個禮 如果找這個馬 你要找什麼馬呢 所以你的時間都戳透過氣啦 所以你做了你的事情 常常要講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的目標是什麼 那做這個事情 能不能達到我的目標 叫以終為實啊 以終為實啊 要想到終點啊 要看到現在要怎麼做啊 要先看到終點啊 你的目標在哪裡 你現在做的事 對也不對 所以第三個習慣 成功習慣更重要 要事第一 那什麼叫重要的事呢 要事就重要的事啊 擺第一個來做 不重要的事不要做 什麼叫重要的事呢 能幫助我達到目標的事情 才是重要的事啊 那什麼叫做 每個行為 然後租下 你這一切 也會發展 你就在自己想 измен 你的目標 還要做 那什麼做 你現在才能做 如果對面的事 希望有很長的事 你就是要做 如果對面的事 我個人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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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 所以要事第一 不重要是不要做 所以你現在花時間在做什麼 你現在拒絕 себя 你自己記錄一下 每六分鐘 寫一格 六分鐘 寫一格 六分鐘 寫一格 你記錄從早上到睡覺 你做什麼事 你記錄一個禮拜 六分鐘一格 一二分鐘一格 你記錄下來 然後再去緩醒看看 這些事情 跟你的目標有沒有關係啊 沒有關係的事情 不要做 所以你一定要有生涯規劃 一定企業要有策略規劃 你才能要事第一 才會成功 這個習慣很重要 個人成功的習慣啊 所以你要圓滿人生 如何去實踐 達到五個境界 你一定要有這三個習慣啊 你有沒有主動積極 有沒有以終為始啊 你要想到這件事情 最後要怎麼樣 現在才該怎麼做啊 要想到以終來為始啊 以終點為起點來考慮啊 你這事情要不要做 要是第一 在個人方面呢 成功的要件更重要 就是這三個 沒有這個個人的習慣呢 你恐怕很難成功 你要圓滿人生很難 你身體健康恐怕得不到 經濟自由得不到 善言管節你也得不到 心靈安詳也得不到 操完就是你沒有 因為你都沒有目標 沒有規劃啊 你不用把它放在你大腦裡面啊 所以你沒有這個目標 追求這五項 你就不會自動激起啊 因為你還沒有開悟 圓滿人生是什麼 得夠且夠啦 吃喝玩樂啦 一天過一天啊 所以成功跟失敗的人 差異在這邊 能不能主動激起 以終為始 要是第一 這三個習慣養成 再來講到年紀的習慣 人與人之間的往來 第一個要雙贏思維 對他有利 對我們有利 這是平環連啊 我們常常講平環連啊 對別人有利 對自己不利 對不對 對 我們也不要做啊 我們又不是傻子 那對別人不利 對自己有利 就自私啊 你未來得不到人家的幫忙 沒有很好的年紀關係啊 自私的人絕對沒有朋友啊 你喜歡跟自私的人在一起嗎 對外有利 他會審害你 你會要嗎 他就是惡人啊 所以我們至少要做個還人啊 在企業界 在有色界 在追求成功 最少你要雙贏思維啊 我做一件事情 對他有利 對我也有利 甚至於呢 對我也許沒有利 可是不會損害自己 可是對他有利 甚至於我可以犧牲自己一下 然後幫他利益別人 那更厲害啊 所以我們一定不要做惡人 所以一定要有雙贏思維 所以最基本的底線就是雙贏 雙贏思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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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 廠商都贏 我們也贏 人工也贏 股東也贏啊 所以一定要雙贏思維 雙贏思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後人與人相只要知彼結起 你要先去聆聽別人 他的想法 他的意見 去了解 知彼這些了解 他的思考模式 他的習慣 先來諒解別人 理解別人 再來解釋自己 所以媽祖教我們如果去處理情緒的事 就是儲備啊 為別人離苦得落啊 就要先了解對方啊 所以你要知彼結起 先了解對方的需求 才知道他要什麼 他的想法思考模式是什麼 我們才能隨順其言 隨他的想法 他能接受的用思考模式來解釋我們自己 讓他了解我們 共同來完成雙贏思維 彼此都贏 所以你一定要去尊重別人 所以別人永遠是對的 然後我們要有耐心 去了解 諒解別人 而且對別人一定要感興趣 所以要去諸筆先了解對方 先聽對方怎麼說 叫做諸筆結起 最後一個人際關機成功的習慣 就是統和忠孝 所以顧問常常講叫有對潛意 大家講的都有道理 都對 要齊全 統和大家的意見 忠孝 綜合大家的意見 提出最有效果 最有效力的方法 最適宜的方法 當然這個要達到雙贏思維 大家共同的目標 又回到個人成功的習慣 要有以忠為始 大家要什麼 最終要什麼 目的是什麼 所以你有目標 然後了解對方 然後讓對方了解你 大家共通的什麼樣 了解彼此了解 溝通 開始體諒先提到對方 讓對方也了解我們 然後據說是統和忠孝 把大家所有意見統和起來 找出最有效果的一個方案 這是聯際關係 所以在企業界裡面 顧問擔任工作 就是開會 統和大家 開會會議統和大家 那要怎麼樣來讓公司成長 那怎麼樣來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大家的意見 然後我都會發條主給他們 每個人發了十二章 讓每個人寫寫寫寫寫自己的意見 然後就統和十二大家的意見 主條上面的意見統和一下 了解一下統和 找出最適當的方法 叫統和忠孝 所以人與人 不管是家庭 還是企業 還是團體 我們要懂得統和忠孝 有 對 潛 儀 收集的大家意見很齊淺的 找出最適宜 就是最有效力來幫我們完成目標 解決問題的那個方案 這是人與人之間 聯際關係成功的習慣 這三個要級別 所以你前面級別有六個個人成功的習慣 人際關係跟人相處的一個習慣 接下來最重要的最後一個習慣 要持續的不斷的改善 環境在變 時代的工具改變 科技工具都在變 背景不一樣 所以要不斷不斷的改善 好 而且會更好 不斷的改善 隨時檢討 隨時的緩醒 我能不能更好 所以我常常競爭的要事非常簡單 如果比人更好 更快 更省 更多 更新 要不斷不斷的思考 不斷不斷的改善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更新的方法 更壞的方法 更省的方法 更有創新的方法 要不斷不斷不斷的改善自己 還有團隊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夫妻也是一樣 你要有個人習慣三種 你自己要追求怎麼樣的婚姻生活 然後年紀關係要雙贏 要朱筆先了解對方 你另外一半的需求 再解釋自己 那要統合忠孝 然後要不斷的改善 因為時間累積 工具環境的不同 社會環境的變遷 都要不斷不斷的改善 所以人要圓滿人生 自己要擁有一個養生的技能 要喜樂一生的一個妙道 還能死後能入勝的一種保證 你首先要學習各位博士的分享 成功有約 成功有約 所以圓仔媽祖的成功有約 那媽祖在告訴我們 你圓滿人生 開悟你了解了嗎 你自己的價值觀定義你的價值 你的目標 你確定了嗎 然後有沒有跟你的敬得圓滿 旁邊見識的人你也了解他 他人生的目標 他人生的價值觀 人生觀 你了解了嗎 那你跟他解釋了嗎 那彼此雙贏互相的幫忙了嗎 所以這七個習慣非常重要 尤其最後不斷改善 不斷的改善 這是我們要圓滿人生的實現 我們每個人都要具備的七種習慣 這是科威博士在成功有約這一篇 風行全世界的詩上跟我們分享 我們一定要學習 要實現我們滿人生 先具備這七種習慣 成功的習慣 以上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悲 音樂 音樂 YDM 誘悟禪 分享友翼 快乐幸福是很奇怪的东西 分享越多得到就会更多 妈祖慈悲 妈祖慈悲大家好 本周呢 一的妈祖是给我们的智慧禅室 分享友谊 这让姑娘想到呢 自己的一种体验 实际的一个案例 当我呢 知道呢 一个东西非常非常的棒 觉得好快乐了 觉得好幸福的 怎么有这个东西可以吃 然后我就好高兴呢 就分享给我的朋友 我就买了一些 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就告诉他 哇 出这个东西多快乐 感觉多好 然后带着喜业呢 幸福的一种语言 然后把这个东西呢 分享给我的朋友 或是同修 结果呢 大家出的非常快乐 哇 真的觉得好棒喔 然后呢 没多久 这些好朋友 这个同修 又回证给我 说他吃到什么东西 很棒 也就又来跟我分享 所以我觉得 好像有那种快乐 幸福的事情呢 幸福的事情呢 跟人家呢 分享 不是自己来享有 而来分享给大家 我得到的就会更多 那我从小的记忆当中 那我从小的记忆当中 就觉得 那当然呢 我相互回报 也分享给他 我自己的一些 快乐 幸福的事 所有人彼此在一起呢 都觉得很快乐 到长大以后呢 我发现 我在工作职业当中 那 我的师傅们 因为 故人是从事 城市写作的 电脑软体 生理解写作的 那我的一些 长辈呢 师傅呢 跟我分享他的经验 他们都好幸运 好幸福的样子 来跟我分享 哎哟 这个城市要怎么写 才会写得很高干 那我感觉到他们很快乐 那同样的道理呢 我也因为受到他们的感染 就把我懂的一些 经验知识呢 很喜欢分享 就觉得非常快乐 所以我就 直见了 走向这个行业 顾问 辅导 把自己的一个经验呢 分享给大家 那教学乡长呢 我分享的越多 那我知识又获得了更多 到每一家每一家厂商去辅导 我分享我的经验 跟我学习到的一些知识 就是专专业知识 同样那里呢 我也得到了他们很多 他们各个行业的一种专业 一些知识 那我分享各多 就得到了更多 所以我说好高兴呢 非常幸运的 就当自己喜欢的行业 就是分享 所以在网路上呢 分享 麻祖伯 拜拜的知识 一些经验 我就非常的快乐 当然 我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 快乐 跟幸福的感觉 所以 世界上呢 我觉得最奇妙的是 就是 就是 把快乐的事 快乐的东西 快乐的一个经验 和自己这种幸福 来分享大家 让大家也获得快乐幸福 同样 自己又回归回来 得到更多 这个 的确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 以花 以花 来赠送 给别人 我们手上 还留着花香 花香 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幸福 快乐的人士 所以 从事这种 知识的传播 精英的分享 的行业 是我觉得 这一生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所以 麻祖伯 告诉我们 不要 另一 去跟人家 分享 自己 得一些 知识 一些 经验 这是所谓的 法布师 同样 大家的道理 在财布师 在物的方面 我们有好东西 有财物 来分享给别人 各位 知道吗 你将来 将会获得更多 所以 财师 可以得富贵 法师 可以得什么 智慧 那五位师 可以得什么 寿命 你 分享 你的 经验 分享 你的 财物 分享你的 时间 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 会过得更 豐富 那今天 分享 友谊 就 给我们的一个提示 跟免力 我相信 大家很容易 懂的 各位 有朋友 没有把你的花 来 贞送给别人 留下 更多的花香 分享 幸福 跟快乐 很奇怪 你就会得到更多 那 这是 不容 怀疑的一件事情 以上 感谢大家 知道 我 就会 心一下 在 架下 整理 人 百分之 篪 野 牢 聪明 成 接下來進行的性命雙修 身心並練的道工的練習 那我們可以聆聽這個音樂 你可以精心的靜奏下來 閉起眼睛一起來送樂 或是站起來 跟著以木耳所做的動作 一起來擺一趟 導引工 清淨見活 然後到工廠 請各位呢 閉眼後視起禮 六字大名眾 蓮花清淨心 拯救人間苦 飛躺 此堂度眾生 離苦而得了 福禄寿陵门 天上圣母 難無玉德媽祖 難無觀音菩薩 難無阿彌陀佛 辛酰珠 菊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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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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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媽咒慘百 一百 再百 三百 公讀同休九折 一 懺悔 思惟举止言行 均一随时清醒 受惠尝试到他 犯错尝试不过 二 反省 若有文艺便宜 身法十足 三礼 一堂政治清洁 态度领貌尊庄 先生本相经理 共心合葬鞠躬 是德行 述入利益之门 俱来效敌之路 心怀慈悲之意 雄存患恕之念 无守戒 不宜教其浩漫 不宜观点欺瞒 尽首戒正定位 不堪 不施不僧 六精进 正心诚意尽道 正心尽敌通诚 言经典 言道义 却理教却诗文 正心护士 千世理道人后 文良共青春春 还言全上归国 千世提起不知 八有爱 八有十倍无意 漂泊清一有火 同修一份二细恐惧 满康春风 求不悟 谢谢欢迎来客 诚恳借待幸福文 十有十有中 皆以无见无悔 乡下坡 upward 乡战 agesijo 寒最诚递 勹心响欲得马祖禅 太快乐十百 一百 再百 三百 唯我们公请 敬好敬好敬好 我們現在進行回向的儀軌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忍舊人間空 此行獨眾生 天上神夢 此行獨眾生 天上神夢 成功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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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